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小军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可以明显看到 路面下的水不断地喷出来 一流在路面上 而这个状况让当地的居民 感到非常的困扰 目前已经先把水关上 等待抢修 但是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用水 它怎么落后 这看转转转 这流到这样会怕死人 这水都我们要分摊 老水都我们要分摊 这老子久了 很怕胜 全单性的缺水 我们这里就是浪费水 对不 都没收两个月 看起来这家里在这边 这里啦 这家里常常泡水 这刚才要修理会员 修理会员 第二天都修理 整个都水起来没水 不是 民政流下来 水说流下来 管政流下来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管线老化 然后它爆裂之后 它不一定会从哪边漏 就是它爆裂的地方 它附近的地基 如你所见的这边 几乎都下线掏空了 对啊 所以它爆裂的地方 我们这个路段 其实已经维修很多次了 那其实对我们住户来讲 真的是一种负担 那当然虽然是中南部缺水啦 然后我们看到水资源浪费 是很痛心 但其实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 我们这一些居民的安全问题 因为地层下线 再包含有公车 或者是我们的垃圾车都会经过 那如果说哪一天 真的突然下线了 造成我们车上的乘客 可能发生了一些生活的意外 或者是交通的意外 这后果真的是不甘设想 所以我们要再次呼吁 为了民众的安全 我们应该要请政府机关 公家机关 来去用特例的方式 来去把这件事情处理掉 而针对这个状况 立委蔡市应服务处 跟当地的民意代表 里长 区公所的单位 都来现场关心了解 而关键是 这个道路属于私人所有 所以必须要以专案或特案的方式 来进行改善处理 目前已经有类似的成功案例 因此这个社区所面临的困扰 还需要中央跟地方 相关单位一起来努力 记者洪日生 蔡博报导 哇 这都没有啊 都没有半滴水啊 都没有半滴水啊 这站都没有水啊 你看 人家水也没有 被水也没有了 民众打开朱家的水龙头 只有细细的水源 缓缓流出 常常一滴水都没有 想要洗澡 总得自己烧热水 这里是基隆中传路一带三区 居民长期饱受缺水之苦 基隆新山水库 蓄水量高达80%以上 是全台最保水库 但基隆95%都是散坡地 常有高地用水问题 像是中正区和信仪区 共有六个里 四所学校 一千多户的居民 常常因为水压不足 加上管线老旧 导致漏水严重 用水量不足引起民怨 南部你现在电视看得到 都在缺水 共五停二 我们基隆的不缺水 但是你看我们租到中传域 这么合幻自来水公司 就在我们附近 就在我的辖区内 竟然没有水可以用 30人的水就是 自来水公司 他每天打水有分成两个时段 所以经常你爱不水 经过实地的会堪 水公司同意新建蓄水池 改善长期供水不稳定的问题 要彻底来解决寿山路 这个中传路以及正一路一带 高地用水不稳定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区域总共有四所学校 那大概有一千多户的住户 长期因为不定时的缺水 造成民众生活上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学校在教学的时候 学生也感觉到非常的不方便 那经过将近十年的争取 那么今天总算获得 自来水公司正面的回应 要改善高地用户 一般没有水 还有这边的管线是老旧 怕有时候供水会不正常 他们做起来后会改善 改善差不多这边的 中正区这边的有六个里的 总算水公司计划新建蓄水池 可以提供新一中正等高地居民使用 三千户受惠 不过工程长达两年 居民只能在耐心等待 记者黄绍鸣 基隆报道 车来车往了东明路 但怎么骑车骑到一半 多了一整排的三角锥 让车道缩减 我们这样开车过来是相当不会很畅通 因为都没有这个一个标志 我们这样开起来 他马路坐起来 他这边还坐这么差 对我们影响开车的人真的相当很 车道缩减还不打紧 但仔细看地面的搏油出现了严重的军裂 甚至整条道路出现了高低差 至少有五公分 让用路人觉得好危险 东明路这一半本来都是平的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施工的问题 造成这个路面警协这么大 厚度这么大 因为很多民众反应 路面真的是差太多了 这个有一点危险性 尤其是晚上 而且这个是主要干道 往瑞芳深澳更多是弊军的道路 原来市政府环保局 在六合停车场对面田辽河 进行水环境处理工程 但地面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军裂 让用路人很恐慌 金融市议员江建玉陈宜 邀请了环保局等工程单位 到现场会刊 希望针对用路人安全 先进行改善 这一段晚上没有路灯 没有路灯很容易造成这个车祸 现在的话几乎是一个车道 已经没有了 希望说赶快的安全第一 先把那个交通 避免交通安全事故发生 旁边就有东明加油站跟全联 那很多的车子天天都会来这边往返 那也有居民跟陈衣服务处这边 还有江建玉服务处这边多次的反应 其实现在就是地层下陷的越来越严重了 然后长度也越来的越长 那希望呢 就是能尽快处理 工程单位说明路面军列安全上没有疑虑 将会配合施工需要 预计五月前道路将会重铺 但民众对于路面军列有疑虑将会进行补偿 地面有一些裂缝的部分 主要是我们在目前工程在结尾 那有一些钢板在拔除的时候 可能也老洞地面所造成 那我们现阶段我们请这个施工厂商 我们已经责令施工厂商要来做处理 这段期间我们会有要求厂商 做好这个交通的一个指导 避免造成这个民众的一个危害 此外工程周边夜晚照明设备不足 市议员江建玉要求工程单位 做好交通紧实设施 来维护夜间行车安全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这里就是被警方一年开出 65张七七车违规劝导单的 软软街281项 谈起被开单 当地民众都很有经验 也直呼很无奈 这边停车是很困难的 对啊 啊是都是人家是检级 这车子都很抱怨啊 你那些车子都很抱怨啊 你那些车子都很抱怨啊 你快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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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啊 啊这有什么意义 没有啦 我我我我我我 一年都会开两三厂啊 啊刚才那位刚才 听到说整座都没开了 我 你等我车就停在那边啊 一个月大概都有一两次左右 也不知道我们停的话 可能是有人举报还是怎么样嘛 那大家车子 应该是都很多 但是方便嘛 那那被开我们也是五个奈何啊 从警方统计的数据更可以看出 软软区今年一到三月 共举发1698件违规停车 其中民众检局有545件 比去年增加了137件 对此软软区三位市议员跨党派 联合召开记者会 要求基隆市长牛昌针对软软区订出三年停车改善短中长期计划 三位市议员也分别提出相关建议 就是真的迫切的希望 因因期盼的希望 市政府这边能够提出一个改善计划 那整个乱区 不管是市中心区 其实包含地内八堵过港 其实停车空间都非常的不足 呼吁我们基隆市政府真的要启动 这个基隆市停车管理的自治条例 你如果没有再去做一些骚证的修改 你叫这些警察 警察一定要执法 成立停车管理基金 停车管理基金的作用在哪边 停车管理基金基本上它就是在 我们不管是收到了停车费用 或者是交通处罚的罚还 它都必须要专款专用 用以改善停车环境 跟新建停车场站 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 也到场表达支持 呼吁金融市政府拿出作为 不要让负责执法的基层远景为难 当我们都市规划设计的失衡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逼着让我们的远景 让我们的跟我们民众产生对立 这一点其实在于市政府 需要重新检讨整个作为 针对暖暖区的停车问题 金融市长林又昌回应表示 上任至今全市增加54处停车场 及7000多个7机车停车格 增加数量超过4成 许多市民都很有感 不过金融市各区停车问题 因为地域性差异有所不同 以软软街281项为例 就涉及检举达人问题 至于巷弄开放停车部分 金融市政府也做过许多努力 希望在行人通行地区安全 与停车需求中间取得平衡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金融市的巷弄 非常的狭小而且弯曲 那为了一个安全 居民的安全的一个因素 但其实是行人的通行的因素 所以有些地方 其实并不适宜做这个放宽 那所以在人情的通行 人本的环境 跟当地的居民要停车的这个事情 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点 我想这是市政府在处理停车政策时候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尽量地去 满足民众停车的一个需求 但是我们也同样必须去兼顾安全 以及行人通行的一个需要 女友商强调 金融市政府会持续推动增加停车空间 及改善停车环境等措施 希望一步步有效解决各地的停车问题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暖江国小最著名的森巴乐团一出动 就代表学校有大事要庆祝 原来是暖江国小的共读站正式揭幕启用 包括市议员廉恩典 暖暖区长蔡春棠 教育处副处长陈淑珍 以及过岗里长陈清池 过岗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吴立美等人 一起陪同小朋友阅读说故事 能够让这个家长也能够放下手机 或放下手边的事 能够陪孩子一起来阅读 我相信经过这样子多次的 多方面的学习阅读 在他们的这个往后的学习能力 还是这些的成绩上都有很大的帮助 共读站内部以暖江号火车头造型的 服务台意向来呈现暖暖的主要特色 除了服务暖江国小师生之外 也将开放让社区民众进来阅读和借书 学生只要拿乐学卡 社区民众拿悠游卡 就可以轻松的借书和还书 暖江号这个社区共读站 他们透过学生自助借完书系统 所以我的孩子用悠游卡 一般民众 我的孩子用乐学卡 一般民众用悠游卡 就可以方便的透过这个系统来借还书 所以也不会造成学校行政有过多的负担 虽然暖江国小共读站设置在三楼 不过学校之前就先争取设置无障碍电梯 可以搭配共读站的启用 方便民众 特别是长者一起来阅读 当我们在开放的时候呢 我们也考虑到也许社区的老人家会有一些行动较不方便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跟内政部申请了五百万的无障碍电梯 也就是说当老人家来的时候 可以很方便的进出我们的社区共读站 暖江号火车开进共读站 满载暖江国小师生和社区民众的喜悦 一起进站享受阅读的无限乐趣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慈平市的财神店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政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平市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平市也提供了财神灯供心众热养 到了慈平市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基隆慈云市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平市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金融商工篮球队正在加紧训练中 连续多年参与高强度的HBL 全国高中篮球赛 金融商工篮球队的实力有目共睹 由于金融市集所高中 都没有设立篮球队 在身兼金融市篮球文会主委的 立法委员蔡世英支持下 金融市议员同志委 协同金融市民传国中篮球队教练 徐伟胜前往金融唯一甲组球队的 金融商工败会校长 向仿效三级棒球的方式 推动金融建立篮球三级制 让优秀的篮球人才 有机会继续留在家乡打球 也避免金融子弟要周车勞顿 到外线市念书 对于我们所有优秀的运动选手来讲 如何让他继续顺利的升学 以及让他有一个良好的训练环境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府该做的责任 那我们金融地区 我是期待除了我们的国中的这个阶段 我们的篮球很兴盛之后 我认为在高中的部分也要把它建立起来 那高中的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有几所学校 是目前我们要接洽的像金融商工 我们未来还成为一个连接 在大学跟国中之间重要的连接 运动的重点学校 我想一个专业的一个运动的项目 不管哪一个单项 它都必须要有三级训练 我们国小国中到高中甚至大学 我想我们金融市应该可以先优先建立好一个三级制度 未来才可以让我们的篮球好手在家乡打球 甚至到我们的全运会可以代表金融市来比赛 这对我们的这个城市品牌的打造 还有运动的行销跟运动风气的塑造 培养市民健康的一个风气都非常重要 对此金融商工校长洪光贤也大表赞成 认为有助于建立金融品牌形象 凝聚更多在地篮球资源和支持力量 我们很期待我们的球员 是能够从基隆的一个在地的一个学生所选出 那我想对于基隆就是一个品牌的一个营造 我们期待借由基隆商工所打造出来 是一个属于我们基隆的一个品牌 所以因此我们很期待我们学生能够在地的衔接 那因为目前现阶段篮球的整个环境生态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孩子都外流到其他县市去 同主委表示 近期会与基隆市交易处讨论如何制定政策整合资源 支持基隆市篮球重点学校发展 并协助基隆商工寻找企业赞助 移地训练等经费 另外也计划安排名传级正兵等国中篮球队 与基隆商工篮球队进行球赛 一方面提升基隆国中篮球队实力 也让这一群国中篮球员 能实际接触基隆商工篮球队训练环境 作为选择升学的参考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生鲜蔬果农药残流量 50件产品中有4件不符合规定 分别是莲物、荆棘、结球白菜、草莓农药超标 可储责任业者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还 并且要求下架不得返售 市卫生局我们其实定期都会到市场 还有蔬果领售商、超市卖场等等 来进行一些生鲜蔬果的一个抽验 那2到3月我们总计抽验了50件产品 那其中有4件减粗 冬药残流不合格 不合格率是8% 那这4件产品的话 分别是莲物、荆棘、结球白菜跟草莓 那其中莲物、荆棘跟结球白菜这3项 是我们所谓的高风险的一个产品 那说因为其实近年来 我们台北市在抽蔬果的部分 我们在每个月都会尽可能去选择高风险 所以高风险就是有可能在历年来的 全国性的抽验结果 在这个时间这个季节 它的不合格率比较高 所以以这样精准的抽验方式 才可以有效的去遏止一些不合格的产品 在市面上流通 那但是我们其实在这一次的击查过程之中 发觉有一些摊商 他没有办法去交代产品的一个来源 那这部分事实上用实安法 47条是可以处3万到300万的一个罚款 卫生局表示市面上抽验属于终端管理 唯有源头落实正确实用农药 才能有效减少农药残留的问题 半周业者要将产品源头生产地保留 以利后续追查产品来源 并提醒民众购买当季蔬果 并以流动清水多加冲洗 降低食用到农药的可能性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家庭药师计划服务 5年来针对独居失嫩长者 由药师亲自到府房室 提供用药安全知识教育 并建立个案药例档案 提升机构药物安全管理 我父亲生病照顾的过程 他总共历经了三次的便秘 紧急便秘那个时候 说真的要跑医院 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都有料药剂师紧急的帮忙 每一次检验报告数字 也透过料药剂师来帮忙说 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 我们全家非常感谢 也很感恩料药剂师 包括我妈妈现在85岁 还是她在照顾 所以说那个料药剂师 这边的家庭的慰教 照顾计划 给予我们家属的一个 非常的一个信赖 所以除了相信医院 整个医疗资源之外 我们家属更希望说 居家社区有这种 可以咨询也可以这样子的信赖的一种 社区的这种药剂师 那事实上我们在用一些慢性病 病处方签的一个病患在社区上也蛮多的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用药的情况之下 不见得她在医院就有先去跟药师 有足够的时间去询问说 她到底怎么样用药会比较适合 那也透过我们家庭服务中心 还有就是我们里长的一个系统 来发掘我们社区需要的个案 那透过转介 那我们就会做这样一个 家庭服务的一个介入 那当然针对有精神疾病患者 或者独居失能的一个部分 都透过我们一些社区 或社服的一个体系的一个发掘 来服务这样的一个药师的一个服务 台北市卫生局首创家庭药师制度 结合台北市药师工会 社区药局及台北市12区健康服务中心 今年迈入第六年持续推动计划 民众如符合三高病患 或两种以上慢性病患者 零有两张处方签 使用五种以上处方药品的条件 即可参加服务 让药师协助药物咨询与指导 维护民众用药安全 也借由用药安全宣导影片 降低医疗资源浪费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这次大迁徙卢明德各展 台北市立美术馆特别邀请到 庄浦、徐远达、蒋博新、郑乃明 筹组顾问团队 协助展成以及研究 并且由合床剧团艺术总监 郭文泰担任展场设计统筹 以剧场视角进行空间转移 透过视觉、光线、声音等元素 营造出沉浸式的无感体验 那透过这次的展览 其实也是等于是给后备一个典范 就是说你如何透过学习、教学 还有不断对议题的 一直不断的创新 然后自我挑战跟突破 那当然卢老师跟北美馆的渊源 算蛮深的 我们都知道北美馆是1983年开馆 可是卢老师他回国以后 从日本回国以后 在1988年曾经获得 这个现代美术新展望的首奖 那这次也有展示这一件 就是美术馆收藏的作品 那另外当然我们前几天知道 今年是卢老师70岁 那当然这也当成是 我们对他致敬的一个办的一个展览 而在展场美财运用上 首次尝试花间米走球目影像装置 以及方舟概念的 动物群大千席的剧场转意 完整呈现艺术家卢明德的创作里程 然后大千席有三个层次 一个是人类大千席 那第二个是文化艺术的大千席 然后第三个是跟这次展览有关 我个人艺术媒体的大千席 那个媒体是媒介的意思 等于是我创作作品里面的素材 然后整个来讲就是 最基础的概念是 艺术媒体解放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次除了这样的素描作品代表以外 也应用了高雄拆船厂的一些材料 跟高雄工业的材料的象征的道具 另外是我特别在这个展间的后半段 应用了这次从高雄历史博物馆 接出来的老照片 然后两边来呼应对应 让人家一起看70年前的港都意象 大千席卢明德各展 从即日起到7月18号 在台北市立美术馆二楼展出 邀请观众朋友踊跃到场参观 欣赏复合媒体艺术论的创作伦理架构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欢迎准时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